欢迎来到香港大学罢课大会的记者招待会 我是香港大学罢课委员会委员杨家彪 在早前我们召开了两次罢课大会 主要委任了15位罢课委员会的成员 以及是决定罢课行动纲领 罢课大会在次次罢课行动的一切事宜 有最终决定权 而罢课委员会会执行大会的决议 我们采用这种架构是因为我们相信群众智慧 希望将决定权或者决策权交给同学 现在我们将会宣读罢课宣言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罢课委员会的委员 我叫袁袁龙 今天就会由我去宣读这篇罢课宣言 殖民恶法侵零自主 同学自救刻不容活 香港大学罢课大会罢课宣言 从过去的深圳医院欠款事件 到副校长委任风波 港大已遭校委会的校外委员 又论得体无原夫 百年风采逐渐退色 随直之夜梁正英政权再次强奸民意 无视本校私身及校友反对 委任恶名超章的教育沙皇李国章为校委会主席 令港大前路近现坎坷 李国章过往的所作所为 港人有目共同 沙皇担任中大校长期间 曾逼令中大科大两大合平 两校的教职员和同学群起反对 在担任教统局局长期间 李国章又以强奸教院等自然恐吓 和时任教院校长莫礼时 迫使教院与中大合平 李氏亦曾以三三四学制为由 削减大学经费 令中大学财政结局 种种恶行 庆祝难输 试问如此声名囊直的教育界败类 何德何能去领导港大最高的决策机构 港大同学反对李国章作校委会主席 绝非一时三刻所致 今天我校种种危机 归根究底乃因制度不公 加上梁振英有权必滥 以殖民时期过渡至今的校监权力 安插抓納到校委会来 意图干预院校自主 有见及此 同学在罢货大会中通过以下四点罢货诉求 一 成立审视香港大学条例专责小组 二 行政长官不应是必然校监 三 校内校务委员之数目 需占整个校委会一半或以上 四 现时行政长官所委任的下务委员 包括主席 需交由 需改由下务委员会委任 港大风雨飘摇之際 另一边台湾政局变天 迎来新时代 对此 港人流露出无限的恩善 却往往忽略了 掃代台湾人以鲜血写成的历史 我们此刻需要的 不是现时社会上四处散播的 现实主义和悲观的气氛 而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 一火求别的决心 与一股实践的勇气 过往 一众港大同窗 为抵抗校外势力干扰校正 掃诸静坐 示威 公投 甚至围堵 冲击等等行动 但仿佛都徒劳无功 我们的反抗 也许未能在一时三刻 陷动高长半分 我们的反抗 在当权者看来也许不自量力 尽管如此 反抗的声音绝不能就此消失 团结的力量绝不能就此溃散 改革校委并非易事 前路定必荆棘满途 前路慢慢 罢货 只是展示决心 换起关注的第一步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如果你们不甘我校 我成继续淪陷 那么 请不要坐以待毙 如老顺所说 其实地上本国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请立刻 加入我们 攀手以行动 换为尊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